及时新闻综合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自豪,上任三年半来替市府偿还了520亿元负债。 对此,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手中则在脸书大酸柯文哲什么大建设都不做,当然是还债王丁手中说, 就像一个公司追求EPS好看,完全不做长期投资一样,柯文哲什么大建设都不做,当然是还债王丁手中指出, 内湖县仍天天交通阻塞,文山区交通进驻不变,因台北捷运环状路网,原规划由北环段、南环段, 即台北东侧南北向捷运系统,他质疑为何柯文哲上台三年半,统统不见任何进展。 丁手中指出,在智轨城市的建设上,台北红绿灯太落伍了,他举例,国外大都会早就将车流人朝跟红绿灯停等时间同步, 反观台北红绿灯深夜没有车了,还是99秒起跳。 丁手中进一步说道,国外大都会,早将社区的垃圾真空高压下地,台北倒垃圾不论刮风,下雨,还得追逐垃圾车跑。 他直言,柯文哲的四年二万户公宅,已完全挑票成梦幻泡影。 他上台至今只完工1334户,且全部是好龙斌规划的。